大家好,我是Hidy 從來從來都沒想過自己會拍這類型的影片 因為我是一個不播劇的人 每一年都可能看到一至兩套非常熱門 很有話題性的劇集 例如前年的Emily in Paris 上年的魷魚遊戲 總之加上電影三年內 一定十隻手指數得完 但過去這兩個月內 我看的數目突飛猛進 可能經常留在家 很鬱悶 很重無力感 不想經常錄影不同的新聞 看得很頹 所以我發現沉溺於電影和劇集的世界 是一個頗開心的方法 今天我不是想做什麼 專業的影評或者看後感 純粹是拋磚引玉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看了什麼 如果你有介紹的話記得告訴我 不如輕輕鬆鬆說電影和劇集 很少看電影 但其實我是Marvel的忠實勇等 全部電影我一套都沒有錯過 幸好年初還可以入戲院 我看了蜘蛛盒 現在進入都沒有進 通常我都是在Apple等它上映 然後下載的 但自從去年有了DC Plus 我給了錢訂閱之後 我就坐等Marvel 真的上映完大約一個多月左右 就已經有得看的 黑寡婦 永恆續十環 我全部看完之後都很失望 我最喜歡的Marvel電影 是Doctor Strange和黑豹 Wakanda Forever 是不是沒有想過我有這一面呢 還有Advangers這個系列我也是喜歡的 很簡單直接的英雄片 打完三個小時就輕輕鬆鬆地度過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最近這一類型的英雄片 他們都好像有很多訊息想說 總之呢 我就一路看一路看一路看 去到永恆續呢 我簡直要stop了它 total用了三天 分了三個不同的時段 才看得完 唉...我真的有點失望 今年應該是Doctor Strange 2 不想變成這樣 大家有沒有同感 其實現在的電影 是不是一定要拍到兩個多三個小時 才是標準才肯收貨 我自己就很怕坐那麼久 所以這一陣子我很喜歡看卡通片 一個多兩個小時就什麼都完了 他們也有道理可以說到 叮到一聲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給小朋友看 教他們一些正向的東西 但很多訊息都很適合大人看 因為很多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可能已經忘記了 其中兩套 Riot and the Last Dragon和Encanto 我都是想介紹給大家的 Riot and the Last Dragon 我簡直看到哭 不要太大期望 不是非常感人的一種 純粹是我看卡通片 特別容易哭的 以前的喊 千雨千尋 甚至乎哈爾移動成寶 我會哭到收不到聲 所以應該是我個人 太過感情 但這一套卡通片 我真的覺得有啟發 她是說一個小朋友 小時候很容易相信別人 搞了一大壇伐出來之後 她終於在成長的過程 不再相信別人 很猜忌其他人 但到最後關頭 她也是放下戒心 相信別人才可以解決到一些問題 我就不劇透那麼多了 但是令到我會覺得 人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會有很多不同朋友的 可能出賣 騙了你 甚至乎是善了你一鍋 令到整個人都很戒備心寵 不是很容易去相信其他人 但是呢 真是人性本善 我始終覺得你對人好 別人一定會對你好 不要想其他人的腦裏 一定是壞主意 可能別人根本沒有這樣想過 小朋友的時候 可能她看這齣戲 和我這個大人看這齣戲 的感受會很不一樣 是一個蠻反思的卡通片 然後第二套就是Encanto 當然卡通片的情節就很 straightforward 有個問題出現了 然後主角用他的勇氣和智慧 搞定了整件事 街大歡喜三秒鐘都說得完 但是中間的過程 是很值得令人反思的 因為她說女主角從小到大 都是被一群很優異的兄弟姐妹包圍 全部人都有獨特的技能 但是自己很平庸 什麼長處都沒有 簡直沒有得比較 一無是處那種 但是呢 在中間的過程 她憑著自己對家人的愛 和發掘自己的優點 最後把整件困難的事迎刃而解 當小朋友 你可以教她不要跟其他人比較 你自己都有自己的長處 其實大人都可以反思一下 不要跟身邊的人做太多的比較 可能你有朋友人工高過你 你有朋友成就好過你 為什麼自己好像融融一輩子呢 當然每一個人都有她的優點和缺點 你羨慕別人工高 可能別人羨慕你生活舒舒服服 所以自己都是看自己的人生目標 有沒有努力向前進 是最重要的 一個很簡單的卡通片 但是令你會記得這個大導演 然後在DISD Plus 我還陪媽媽看梅艷芳 總共五集現在應該已經出現了 我們看到第二集 媽媽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裡面很完美地呈現了很多七八十年代的畫面 對她來說是一個回憶 是一種懷念 她不停一直看都跟我說 真的有這個地方 有這個人 有這些東西 她這麼開心 我陪她看都覺得很開心 不是完全可以代入的 雖然我也是八十後 但是當時我也是讀書 或者很小時候 不在這個社會上打滾 所以很多畫面 我都沒有親身經歷過 但是我覺得梅艷芳始終是一個很傳奇 很經典的人物 看這一齣的戲 都是很有娛樂性的 唯獨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在演戲當中 她是穿插了一些梅艷芳真實的畫面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看黃丹尼 她們的神韻有點像 但是她和梅艷芳始終兩個不同的人 突然間又變回梅艷芳 突然間又回到黃丹尼 我就會有一秒出戲 我自己不是一個專業的影評人 所以對我這些比較膚淺的人類來說 我就覺得不太能連接到 突然間就會跳一跳出來 講完C Plus 就不如到Netflix 不要想我會分享一些冷門的東西 我也是看大陸劇 就好像Emily in Paris的Season 2 看了Season 1 沒理由不看Season 2 幸好我的心態 都是想看美人、美衣、美景 如果不是真的會爆炸 千萬不要認真 也不要代入 情節真是大步走 一個女生 上次的Season 已經是說到她見一個愛一個 現在呢 還要是她不停的價值觀 簡直是崩壞的情況下 她是又喜歡這個 但又覺得不可以跟她在一起 朋友的男朋友 都是不可以喜歡的 那我不如找個水泡試一下 這個愛情心態是時下年輕人 還是愛國人 是這樣的呢? 但我身邊的外國朋友 他們全部都不是這樣的 會不會嫁壞了現在的小朋友呢? 我真的覺得如果我有個女兒 我不會讓她看這一齣的劇 將來她變成這樣怎麼辦? 聽說現在正在拍第三季 希望編劇可以把女主角拉回正軌 以及劇名可以改成為 Emily stays in Paris 她好像以後都不會走 接著Emily in Paris 就到華登初上了 我是中學年代之後 就沒有再怎樣追台劇 所以還停留在惡魔在身邊 惡作劇之吻下一站 很幸福的一個年代的人 這次是因為台灣的Youtuber 他們扮演華登初上的角色 看到很復古 我以為是說一些母女的情情愛愛 就去看 怎知道原來是懸疑劇 我很怕血腥的 但開了頭 我又覺得很想繼續看下去 怎知道看完第一季 才知道誰死了 然後看完第二季 還未知道誰是兇手 來到兩個星期之後 終於可以第三季完結篇 等了很久 頸刀長賣 這套劇 我不可以說是神劇 但因為很少可以看到台劇 有這麼多不同的情節 有這麼多不同的元素 我也是很欣賞的 第二季比起第一季們 但本著我看完第一季 如果要看下去很想知道是哪個兇手的話 我就看下去 Netflix有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教1.5速這樣看 每一套都是約50分鐘 你教完之後 半個小時多一點就看完 其實又不是很難捱的 它可以去到一個高峰 我也是覺得很驕傲 作為一個亞洲人 終於不是只有日劇 不是只有韓劇 的一個盛勢 對 純粹是這樣的 大家怎麼看 不要再跟我說哪個兇手 兩個星期之後就揭曉了 講到日劇 我也有看最近熱門的金魚妻 但看了一集之後 我就沒有動力再繼續看下去 因為有少少覺得它是為情慾而拍 但情節的尺度 又不夠AV那麼厲害 所以有少少到喉不到肺 我就不去踩它 因為我看得太膚淺 可能它之後很有心度也不頂 有時間 有心情的時候 我再看下去 再告訴大家 最後我想說多兩套外國的戲和劇 一個是Tinder Swindler 另一個是Inventing Anna 兩套同樣都是以詐騙為主題 分別在於一套大約兩個小時的紀錄片 另一套是真人真事改編的劇集 差不多時期上映是非常好 代表著無其事 男男女女都是用大同小異的方式去騙人 他們都是穿得新光頸漂亮 很有錢有權力有地位 認識很多人 告訴你它很安全 繼而開始騙食騙才 我自己比較偏好Tinder Swindler 因為它真的由三個受害人口中 複述整件事的案發經過 看片當然覺得 當然是騙局 哪有這麼大的甲 隨街跳 哪有白馬王子會從天而降 讓你在Tinder看見 但我都明白 當你在這個處境的時候 應該都會泥足身陷 因為第一天約會 就帶你坐私人飛機去一個豪華旅程 你會覺得自己撿到寶 當然時候大家就有興趣自己去看了 然後Inventa Anna 因為它是改編劇 多多少少會加入不同的娛樂性 你不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但都不重要的了 她都是說一個女生扮自己是一個富二代 有一個基金的 然後就用這個身份 又穿名牌 又出入高級場所 最後就騙了很多人的錢 她都真的騙得挺厲害的 我看回整件事的故事 我都是覺得很驚訝的 她不是說國式天鄉 那一隻女生不是名模的身材 但我相信她都有本事去做到這麼多的事 總之這兩套令我很有啟發 就是現今社會實在是太過人靠衣裝物靠包裝 很多東西都看表面 可能你會看到一個人 哇她很有錢 她花錢花得很揮霍 一定是背後很好搭水 然後你埋他身做朋友 會不會有什麼好處呢 真的很多人這樣想 但很多時候 你認識朋友是要看真心 看本性 就算讓你認識到這麼有錢的人 究竟她當不當你是真心朋友 她會不會利用你 在這個層面 他們的世界是怎樣 我們其實看不透的 所以 都是腳踏實地會好些 這個也是我最近的小感想 加上早派單身積地獄的新聞 一個大家本來都很嚮往成為的女生 由全新名牌住漂亮屋 很豪華的生活 然後一堵包了之後 幻想破滅 很多東西都是很虛無飄渺的 大家不用太過追求 你見到這麼漂亮的東西 原來都是假的時候 不如我們在捉一些真實的東西 例如很好的朋友 你身邊的人 和你家人很美好的時光 這些都是可能他們未必享受到 或者忽略了的重要小事 對 很感謝大家今天聽我說 這麼熱門的劇 然後得出來這麼多不同的廢話 我不是一個很厲害的影評 我不會很專業地批評一齣戲好還是不好 但是從中 如果我們可以得到啟發的話 它就是一齣好的戲 好的劇集 我覺得 對 如果喜歡今天這個系列 我自己第一次拍的 真的很少看 但是 多謝大家也看完了 對 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月三日和星期日的就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